他跑去了找城隍爺 城隍爺看看能不能帮得了忙 但施政隍最相信的一个城隍庙是哪里呢 是鹿港的一个小小的庙啊 我跟你讲 这有很大的典故在后面的 怎么一个科技巨拨 他竟然会相信鹿港的城隍庙呢 那城隍爺救得了他吗 好 这个案子多久了 73年 这么久 当时洪姬竟然在一夜之间 被偷走 70万颗IC 等一下 那个时候IC非常的贵 那个时候的电脑发展来说 那个IC晶片是非常的价值高 甚至比黄金还要安贵 没错 你讲的完全正确 那个时候IC就跟黄金一样贵 70万颗 相当于当年30年前的4000万台币 天哪 4000万台币 我跟你讲 洪姬被偷了这一批IC之后 我跟你讲 身负重创 几乎就要倒地不起了 你知道吗 施政荣那时候满面愁容怎么办 警方去查 怎么都查不到 完全不晓得 这一批IC是被谁偷的 追查粤鱼都找不到 这个时候我跟你讲 施政荣有一个妈 就是说他非常亲爱的妈妈 施政秀莲女士你知道吗 看着儿子每天愁眉苦脸 你说施妈妈看着儿子愁眉苦脸 因为那些金片全部不见了 找不到了 找不到怎么办 他说 小燕啊 你有记得说 小燕的时候 我常常带你去六港的一间什么 城隍庙 我常常带你去拜拜 所以你平安长大 也许你今天是不是去找这个很灵验的城隍庙 来拔杯问一下呢 帮帮忙 看能不能够找回这一批贵重的财物呢 好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施政荣本身没有抱什么希望 他只不过是孤望听之而已 可是我可以跟你讲 立刚 施承秀莲自己先跑 先跑到城隍庙区了 你知道吗 先帮儿子跪地祈求 希望城隍爷来帮帮忙这样子 城隍爷给了什么指示了 好 我们现在就来讲城隍爷 他有什么神威 城隍爷坐在中间 范谢将军站两旁 对不对 好你也知道城隍爷是什么 我跟你讲 如果你有冤屈的话 就去城隍庙 几股名冤 对不对 如果你有双方纠纷的话 请城隍爷到另外一个世界来办案 通常都很灵验的 但是施政荣今天所遇到的是窃案 对不对 窃案就要请出八爷范将军了 因为八爷的高手 他是什么高手呢 他是窃案的高手 也就是刑事专家 巡视高手 哇 要请范将军出马 施妈妈就是施承秀莲 马上就向城隍爷 拨杯 一拨 城隍爷马上就给三个 赏杯 赏杯 马上就给你打赢了 哇 绝对我现在请范将军 城隍爷愿意出来办案了 城隍爷直接指派八爷范将军出来办案 好 东西脱动了对不对 马上妈妈就去找八爷 因为照这个就是说规矩 你还要再去跟八爷拨杯 就跟范将军拨杯 结果你知道吗 李刚刚 这不好的事发生了 因为怎么拨 拨没杯 拨没杯 范将军没有答应 哇 范将军不答应 那是妈妈急 你的意思就是说城隍爷要办 要办 但范将军不愿意 范将军没有答应 为什么范将军反而不答应 这个就是在风俗上也不可考 怎么办 没有办法了 请什么 法师去当地去问城隍爷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结果做了一个法事之后 好 城隍爷给了签施了 陆岗城隍庙 季夜宏图四海通 来应戏月 来应 来春应月 戏真宫 坐然稳固心中树 甲乙丙人 善德蒙 得到这个签施之后 再去问范将军 范将军终于点头答应了 而且3月18号失谢了 对不对 我将于4月16号 亲自起嫁去办案 哇 哇 这下不是师妈妈感激涕零 师正荣当天4月16号 清晨5点 恭候在哪里 恭候在宏基的新竹科学园区 在那边等候 你看当时的照片 当时的照片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那 那个石正荣 他的70万颗IC 就是在新竹科学园区 准备起嫁 入港城隍庙 范将军起嫁的时候 当时的总务 师傅雄 也就是城隍庙总务 师傅雄 带着他的手下 一起来巴也起嫁 我跟你讲 一出 那个叫门前有没有 就是庙前 很清 很清 他们说很清 一跨出那个庙门 就开始压住 你说 轿子变成了 变成重 那个时候师傅雄就讲 天威降临 神威降临 为什么 巴也开始 信力有数了 你知道吗 好不容易 到达了新竹科学园区的时候 我跟你讲 巴也就开始 亲自办案 办案他说 看了一下 然后念念有词 巴也说 我给你一个车号 让你去找这个车子 完了师傅雄 也半信半疑 对不对 然后警方也 也随时在测 你知道吗 巴也还可以给车号 还给车号 多厉害 我告诉你 你不要不信 给了这个车号 结果师傅雄 就半信半疑 交给刑事局的警方 刑事局 透过当时的8号分机 传令全省 你知道吗 多快半天之内 竟然 竟然说 这个车的车号 在台北市的 国父纪念馆附近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谁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警察也就信 就跑去国父纪念馆 方圆周边去找了一趟 真的找到这两部小货车 上面的70万颗IC 一颗都没有少 全部追回 全部找回 从此以后 施政荣对于鹿港车房庙 深信不疑 童年就制作了 灵机昭著这个匾额 到现在还挂在 鹿港城隍庙里面 鹿港城隍庙 施政荣相信 因为最主要呢 他的金片被找回来了 但这只是一个 宗教上面的一个想法 可是呢 实际上来说 在现在的这个时候 这施政荣 还会去找城隍庙 协助帮忙吗 目前的红基 已经到了岌岌可为的地步了 但红基 为什么短短这么几年 就整个趴下去呢 其实大家有没有刚刚听到 光辉兄刚刚有提到了一个人 谁呢 蓝旗 蓝旗后来被扫地出门之后 蓝旗他去投靠敌鹰了 但是蓝旗启动了 灭红基的三件计划 这三件 真的让红基走到这个田地呀 对 没错 想到蓝旗 我就想到几百年前台湾 当时被满清统治之前 本来是明朝对不对 对 被统治之前 是谁来收复台湾的 一个叫做施郎 对 刚好跟我们的 红基施政统先生是同姓 但你们知道他是陆港人 但你知道六港生西的 听说很大部分 如果是那个位置的 基本上都是施郎的后代 真的哦 对 陆港大半都是施的 对 没错 那可是一样 你是施郎的后代的话 那请问 这个蓝旗就厉害了 反而他长得比较像荷兰人 好 那荷兰人 他也要收复台湾吗 对 没有错 可是他不直接攻你红基 我直接怎么样 我用另外一个方式 也就是提 这个投靠敌营 投靠敌营 就跟当时的施郎一样 当时跟郑成功之间 发生了摩擦之后 他直接跑到满清 跟他说 没事 台湾你要收复就好 我帮你收复回到台湾 那岂不是变成现代施郎了 现代的施郎 所以经过几百年之后 另外一个施郎也出来了 这叫做蓝旗 好 那他怎么做呢 很简单 我既然我没有 在台湾我没有舞台 好 那总是有人会需要我 那个人是谁呢 就是这个柳传志 联想的创办人 等一下 联想不是中国大陆的吗 是 是中国大陆 现代是中国大陆的啊 没有错 对啊 没有错 哇 他把蓝旗给收去了 对 那我们看一下柳传志 他过去的 其实他是一个 也是算是奋斗出来的人 可是我在商场上 没有所谓的真正的敌人 跟朋友 你不要看他一副笑咪咪的 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你不要看他笑咪咪的 其实他的企图心 其实非常大 他要干 就是干世界第一 好 那果不其然 蓝旗呢 他已经怎么样 跳到这个联想之后呢 他就做了一个动作 但这两个人看起来 长得还有点像 有点像 柳传志跟施政宏 看起来型还有点像 就是他不像而已 他就像施朗而已 就是他不像而已 就是像施朗而已 好 那因为 现在柳传志联想 他的目的是 他能够拿到世界第一 好 没关系 你既然来了 对不对 你就像施朗一样 你给我建功立业吧 不然我凭什么要用你呢 蓝旗说 没有问题 你把欧洲交给我 等一下 欧洲市场 不是之前是宏基的吗 对 没有说就是宏基的 他又讲出同样的这句话 对 蓝旗居然又说 欧洲市场交给他 交给我 我来处理你看 这期不是之前宏基的翻版吗 对 就是这样子 他说宏基你够够就好 不是 欧洲你够够就好 蓝旗 还是用一个方式 没关系 你只要你宏基所有人马 该走的 我就能够把你拉 我能够挖墙角 我都挖 能够派间谍 所以你说蓝旗为了要报复宏基 他开始使出了三件了 对 没有错 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他就跟这个柳传志呢 就在商讨 第一个就是要夺取欧洲 我们要怎么样 把这个宏基处理掉 第一个一样 宏基之所以能够站上世界的舞台 第一站就是欧洲 一样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来下手 所以呢 他在短短的一年半 大概400天的时间 就已经把宏基干掉 已经变成欧洲第一大品牌 这个战功够了吧 够了 够了对不对 对 可是这个战功够了 但是这个战功就让宏基垮了 还没有垮 还没有垮 真的 对 还没有垮 那水表是说第二件呢 对 那其实在之前 他们其实已经有一个传闻了 就是说联想 他想诟病宏基 可是呢 王政党一直不同意 应该是说整个宏基的高层 一直都不同意 怎么可以被病够掉呢 对对对 我还活着他好的 对对 你凭什么来吃掉我呢 其实大家都不同意 那有传说 好啊 如果不同意的话 那我只好怎么样 使出杀手剑了 好 那这个杀手剑是什么呢 第二刚刚是夺取了这一个 欧洲市场 对 那你夺取了欧洲市场之后 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知道 虽然说施政隆 他说 对勾病没有关系 自然开放 其实话都讲得很好听 谁愿意台湾第一支 台湾的资光被勾病 谁愿意变当成一个历史的一个 没有人会希望 没有人愿意对不对 好 那其实没有人愿意呢 那这时候呢 第二支剑怎么样 我要跟你合编对不对 你不要 你不要 我就打欧洲了 好 那当你欧洲打下来之后呢 这时候呢 中国说好 他说没有关系 你现在欧洲不行了 我现在大陆是最大的消费市场 你要不要来 好 进大陆 那其实对 那宏基说 宏基本来在十几年前 最近在大陆已经开始做了 开始在做了 可是呢 问题来了 现在联想是引起来的 他已经变成全球的前三大品牌了 这时候呢 联想开始说 好 你在中国大陆 拍摄 一样照样封锁 联想是民族品牌 对 凭什么你宏基 来到这个地方来 不好意思 第二阶段就是 我连大陆市场都不要给你了 我大陆市场不让你宏基进去 因为宏基他是台湾之光 他是台湾的宏基 所以说他不能够 这个进到大陆 但是宏基也不容许联想 把他宏基给并购掉啊 对没有错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台湾 这个台湾之光宏基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一天变成什么 等一下 为什么变了 旗子为什么变成 中国大陆的旗子 这就是扭传是最后的目的啊 你是说这样子 第二这一件的最主要目的 就要把宏基变成 是中国大陆的宏基 因为我跟你谈条件 我已经放出消息 要跟你合并了 你不要 没关系 我就一步一步的铲石进吞 欧洲处理掉 中国处理掉 但本来不是中华民国的宏基吗 对 最后一条路就是这样子 你来不来吗 来不来吗 你一定要不要变掉 我如果说我台湾继续坚持下去 我现在吃掉你吗 真的不行啊 不行 我就要吃掉你吗 那现在这样子栏情过去 我还是继续我中华民国 我尽我的方法去 没有用 我现在全部把你封锁嘛 还有一点 蓝旗他知道宏基的一些招数 对 没有错 所以联想很聪明的 把他蓝旗给挖过去了 对没有错 那其实 这个蓝旗 他去到这个联想之后 的确他建立了战功 所以我想这场的一个戏 还没有落幕 现在王政兰下来了 准备要下来了 所以宏基真正的危机 才刚开始而已 宏基真正的危机才刚开始吗 大家有没有想过 宏基他想要进入的市场 一一被掠夺掉 一一被侵占掉 而现在在科技业里面 大家不能够联手 这个时候开始要进行的 变成是对立